嗨 嗨 聲音悶悶KC 還沒看到你們 Facebook 未見到? 留言 是不是開了? Facebook Youtube 一齊 看到了! Hello 這個Hello 有點沉重 說笑 唉 有你們陪我OK 讓我慢慢說這個故事 現在很激氣 要和你們分享 我不要再有人像我這樣 我一定要和你們說 快進來 先來 任何人即將會來韓國的話 一定要聽這個經驗 雖然其實可能是很輕鬆 可能很多人都遇過 但是原來真真切切的發生 當刻 真是 就是人要夠惡 我就發覺我不夠惡 現在回想起 其實很多事情 尤其是這些情況 就是不要好人 好人是要分情況去做好人 我發現 好 不是滯留了 Hello 很多朋友在這裡 好 現在先講解一下情況 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在加拿大回來的時候 是在韓國停 然後跟Debbie他們 我們玩了幾天 然後回到香港 所以整套機票 是我現在又回到韓國 然後再轉機回到Toronto 所以我今晚 因為時間上的問題 然後陳先生就說 不如你不要太扯了 又怕會失去機器 不如你這一晚就在這裡過一晚 之後你第二天 下午機 還有時間在機場自己購買 吃吃吃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計劃是非常好的 所以是 沒有關於計劃的 只不過是 剛好那班機 本身還有免費的 但是真的剛好 我推到行李出來的時候 那個Shuttle Bus 早十分鐘已經是最後一班了 沒有辦法 我之前上網看過了 如果沒有Shuttle Bus的話 其實 one and only的方法 就是坐的士 所以 我都看過了 的士之前 我跟Debbie去的時候 都已經問了 她說 其實是有黑的這件事的 主要是市區的話 我的朋友和Debbie都有說 因為你知道 那些的士分很多顏色的 有藍色、橙色、銀色 不知道什麼色 白色 還有黑色 他們說 我不熟悉 因為你知道我 很久沒有來過 之後也是聽回 其實搭的士 譬如一般我們這幾天 和Debbie他們 在市區搭的士 都是沒事的 試過搭的士 其實有時候有叫車 然後他們說 之前都試過搭黑的 尤其是晚上 她就會開天殺假 然後 問過酒店 那些 現在都少了 然後 如果在酒店叫 或者怎樣 之後 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我打算 這麼近 然後 又不是特別想黑色 她又是一排一排的士站 這樣 結果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有故事要分享 不過我會這樣想 雖然是 不開心了一會兒 但是我就想 如果我沒有經歷 我又怎樣能夠和你們分享呢 可能就是正正因為我有經歷 然後我又可以和幾百人一起分享 那就有幾百人 是不會再重蹈我的覆轍 這個也是我的 我的使命 我會這樣想 所以 雖然是 真的被她騙了錢 但是 我唯有會這樣想 騙了這個錢 是 令到 現在看著你們 那麼多人 都是不會再被她騙了 還有要知道怎樣做 是的 所以 我現在就準備開始講了 你們都能進來 七七八八九九十十了 很多人 是的 剩下自己一個就出事 唉 我是覺得 我是懵我自己不夠兇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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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凶狠 那個凶 如果你是 巴渣 凶那些 他應該不會得逞 然後我還在想 在想 然後我明明知道 是不合理的了 然後我還在 還在自己在製作 還在想怎樣跟她說 然後她又 說到尾 又不肯給我 接受我 各樣的 然後 之後我就覺得 沒有可能的 但是 唉 我由頭說 總之 我現在決定不吃飯了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激死 其實是要報警的 酒店的哥哥都跟我說 其實是可以報警的 還有我已經在酒店門口 我是應該進去 叫他們幫忙 但是問題是 那個行李箱又在她的車 然後我走進去酒店 他車走我的行李箱 那怎麼辦呢 要不就拿走行李箱 推了行李箱 進去找人幫忙 他又怎麼肯放我走呢 總之 我由頭說 我現在決定不吃飯了 我和你們說完之後 我就洗澡睡覺 過了一天之後 我明天有一條好汗 我才去機場慢慢吃 激氣啊 這樣呢 我覺得 這樣想 你知道我的性格就是 想所有東西都是向 positive 那個方向想 那我覺得呢 大家快點給like先 現在那個like和view是差十倍 希望大家先給點like先 讓多些人知道 原來是可以 應該怎麼處理 而我做錯了 不懂得處理 或者不夠firm 不夠惡的 在哪些位置呢 話說呢 就這樣的 再由頭說一次 因為很多人進來了 就是 為什麼我又在首爾要轉機呢 就是因為我收機票 就是 我是在Toronto去首爾 匯合Debbie 然後再回香港 之後呢 所以這樣回程回去 回首爾再再回很多人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是一個轉機的過程來的 那轉機這個過程 為什麼不直接 又在機場搭回飛機 又要出來呢 那因為一來時間晚了 那之後 陳生又覺得 怕我累了 那也對的 睡一睡這樣 然後第二天 那麼巧飛機的時間 我又可以 shop一下瓶啊 吃一下東西啊 這樣啦 其實是很好計劃的 一件事來的 我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這個計劃 但是 那麼巧 這個時間 然後 酒店這裡的 shuttle bus 是已經沒有了 最遲的那班 是十點幾 那麼我剛巧 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 錯過了 shuttle bus 我一早已經 會預計到的 因為除非是 所以 如果好像我上次 轉機回來 可能那程機 不算很多外國人 很多都是 本地的 韓國人 那他們 去了那邊過關 沒有什麼 拿外國護照片的過關 那就很快出來了 但是今天 我搭這一程機 應該很多都是旅客 所以呢 外國護照片 那裡 是打了蛇餅 都等了很久 才出來了 所以 出到來的時候 就剛剛錯過了 最後的shuttle bus 十分鐘左右 Anyways 問過了 就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搭的士 然後 最初搭的士 都不會的 原來 首爾的機場 搭的士 都有分 你不要想見到 Taxi Stand 它叫Taxi Stand 或者Taxi Station 你就走去上 其實它是分了不同的區 譬如這個的士 就去九龍區 這輛的士是過海的 這輛的士是新界區 這輛的士是大嶼山 就是類似這樣 那你就要學 你就要懂得知道 你要問人 譬如我去這裏 其實這裏是機場附近的酒店 所以應該都是叫永中島的範圍 那你就要去一個Taxi Stand 叫做4K的Taxi Stand 就去永中島 它有分的 有些是Inchon 有些就去不知道什麼 總之就很多個不同的的士站 一排的 好像巴士一樣 總之你上巴士 和上的士一樣 都要找回你對的地區 譬如我要去 有些譬如 在觀塘 九龍灣 牛頭角 你就搭 你就在這裏上 之後你要去將軍澳 就是那邊上 類似這樣 那好吧 我就排在永中島那裏 然後我又想 有什麼的士司機會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呢 其實我有很多畫面閃現的 但是當刻真的不夠缺斷 和不夠狠 怎麼說呢 因為永中島 我是很近 已經很明顯知道 其實是五分鐘的路程 然後我都覺得 在那裏想 都挺好的 那些司機 買明是永中島 就知道我們是近的 然後都肯離車 之後就沒有想那麼多 之後我排第二個 排第一的時候 已經看到 上一輛的士的叔叔 其實那個樣子有些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兩個女孩子 不知道什麼國籍 然後之後 就一起搬個行李箱 叔叔是說 他想叫叔叔幫忙搬個行李箱 去車尾 叔叔就說 你先抬個底先 我扶一扶 大概他們的身體 預言見到他是這樣 然後我心想 一會兒到我自己都盡力搬 然後之後 因為見到叔叔的樣子 就是我們 然後之後呢 到我了 然後又出奇地 超好人的 你不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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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來等我來 類似這樣 就是講韓文 不懂得講英文 然後之後呢 很欣勤的 我心想 跟剛才那個反差這麼大的 還想著自己幸運 然後一上到車 其實他一開車 我本身就沒有想著說話 想著就發訊息給陳先生 然後就說 上了的士 通常晚上這麼晚搭的士 通常就一定是 跟陳先生連線的 這樣 然後就起碼給他 知道我在哪裏 share location 各樣 之後呢 他就問我 你哪裏來的啊 然後我說香港 然後呢 就說 今天他這樣問我 我問禮貌 你去過香港沒有啊 然後他說沒有啊 搭飛機他耳朵痛啊 那就是你感覺到他很困難講英文 但是他又很努力跟你講話 那個心裡 他都好像挺nice 這樣啊 那但是 其實那個心裡 都是一直有防範的 看著那些路 因為始終是晚上 對不對 那看到他都轉進去酒店區 都安全 這樣 然後之後呢 又跟你聊聊天 聊聊天 這樣 然後呢 好啦 其實真的很快到 我一直問他了 我說是否這間 是否這間 我問你知不知道我去哪間 那他結果是真的知道我去哪間 很快就載到我去的 好啦 然後下車 然後 一直呢 我都在那看他有沒有標 有沒有起標 那其實我唯一 我已經覺得奇怪的 就是他一 沒有按過標 就是可能我看不到 因為呢 我記得呢 之前跟Debbie他們搭的士 那個標都容易看到的 他那個標就是很划算的 在那個波棍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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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底這樣 是很難看的 初初是裝不了的 好啦 那下車啦 到了 然後他還要很好人這樣 說 你今晚就乘的士 明天不用乘的士了 明天有shuttle bus的 這樣 是叔叔來的 我拍了他的照片 我拍了他的片 因為呢 我以為安全起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那一刻拍到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的 是有他的照片 在那裡的 不過呢 我就找不到他的那個 就是那些證 那樣 不知道在哪裏 還有黑 本身打算拍定了 這樣的 那車牌也拍不到 其實我拍到車牌 應該有得追 Anyways 先說 順勢說 好了 停車 然後他就跟我說 韓文 那我不懂得聽 然後我就看到7200 然後我覺得7200 就算晚上來講 都合理 因為我們平時 之前有一次 晚上上車 和Debbie 都是7000 我不是說7000 我又說了 Sorry 經常都說了 7000 沒有跳標 我們是點對點 去了一個地方 然後 之前有試過 我們坐 坐了 1500 就是由我們吃飯的地方 回到酒店 都是一段長的路 我就覺得OK 三個人 這樣搭了百多元的士回去 我覺得OK 原來 韓國搭的士都不貴 或者叫車都不貴 然後 他說晚上 他就跟我說 他說7200 我聽不懂他什麼 但我看不到7200 因為那個波棍原來阻止了 我就開始拿錢出來 7200 我看後來盤算 他應該都不會騙我的 就算是超級貨幣 可能都是貨幣多了兩三千瓦 兩三千瓦如果晚上做附加費 因為我知道晚上是有附加費的 十點之後 都合理 幾千瓦就 六三十八 就是可能多了十幾二十元的附加費 我覺得OK 我就打算給他7200瓦 我給了7000瓦 然後打算拿200瓦出來 然後他跟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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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是7000瓦嗎 當然他不會聽英文 又只會說韓文 然後他說 No 他會說17 然後他說 蛤?我17 然後他給我看 原來那個波棍阻止了 是17200 我說蛤? 我說17 我說 沒可能 我說 Not possible 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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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7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怎麼都不會 萬七 萬七 說的是百多元 我都坐了五分鐘 你就算是劏 你也沒理由這麼誇張 是不是? 然後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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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他說 After 10 o'clock Yes 類似這樣 他說得很辛苦和很慢 然後我在想 然後因為我還沒有 那一刻算得很清楚錢 但是我覺得是貴得離譜的 然後之後 那一刻我就覺得我不夠確定 我應該要堅持 沒有可能的 但是一個女生 晚上堅持到什麼 我就立刻在盤算 我的行李箱又沒落 之後又怎樣 雖然就在正的酒店門口 但是又因為 酒店的大巴士又停在門口 我就不是正在酒店的門口 而且 例如機場的酒店 通常都未必 好像早上那樣 有個Bellboy 在跟你開門 那如果當刻 好像其他酒店那樣 有人幫你開門 酒店出來 那我就會立刻求救 但是又沒有 他又停在 off了兩架 兩架旅遊巴的後面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也都叫不到 入面酒店的staff 那當下就覺得 黑的就一定的了 那都要給 那一下 但是就沒有盤算到 怎樣做 最重要是安全了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雖然都已經來到酒店 安全了一些行李箱 和安全了一個人 下車先 然後我就有個五萬瓦 這樣 然後他還去唱錢 剛剛有個 那些叫做 convenience store 然後他還去唱錢 然後我心想 你拿了我的五萬瓦 你會不會走了 那我可能性又低的 因為他整個車在 是不是 他拿了我的五萬瓦 他都要拿回車的 然後之後呢 我已經立刻 就是去他的位置那裏 撩他的單 和看錶 打算拍下它 打算找他那個 那個牌 都沒有找到他那個 那個行車 就是那些證 通常香港的士 沒有一個牌 你什麼名字 這樣拍下它 找不到 那他很快就回來了 然後之後呢 他的錶 那17200已經不見了 已經不見了 然後之後呢 等一會 我等一會 陳先生 才看你的訊息 因為我怕我亂了 我從頭過一次的sequence 才再聽大家的留言 和意見 我現在呢 要一韋醉先說 那 是的 已經沒有了17200 然後我打算 他的單 我還好人 我還打算等他 把單給我 唉我真的 因為 不應該 這麼善良 來到這些情況 就不要管 三七二十一 就應該要 要 要 要狠一點 我應該一下子 就先撕掉他的單 自己帶了 他是扮了那張單出來的 然後我還打算 你之後找錢 給我那張單 你說我是不是搞笑 還在想這些 然後之後 他真的 我就自己 趕快拿了 我的小行李 電腦那些出來 然後準備去捧那個大行李 我不管了 自己趕快拿了那些行李 安全了 然後他就出來 其實我想說 從頭到尾 那個叔叔好像真的是 很好的人 真的不要被他騙到 他是完全是虛寒問戀 那些這樣的 然後之後 他還去唱錢 好了 唱了錢出來 找錢 然後我還想跟他說 我說真的不可能 沒有可能這麼貴 當然他當然是扮不明白 明都扮不明白 如果給我現在這樣去猜測他 然後之後他就像明不明白 他就像明不明白 他就說 晚上 晚 是這樣的 是會貴一些 他說是 他又懂得說 類似這些 這麼破壞的字給我聽 然後我說 好啊 我說你給我一張單 他跟我說 錢 沒有收取 然後我說 蛤 我說沒有可能 我正想 人物就拿進去 去拿那個收取 但是我又拿著大行李小行李還有電腦袋 然後我覺得 財物好像比較穩妥 財物要比較重要 跟他理論了三四次 他不斷跟我說 沒有沒有沒有 錢沒有收取 我說你那張收取 為什麼你不給我 他已經跑了 上車走了 我可以追到他些什麼 我又拖著一個大行李 一個小行李 一個電腦袋 之後我都擺明知道一定是黑敵 一定是被騙了 那都沒辦法 最重要是安全了 行李搬了下來 行李的大行李是搬了下來的 剛才我都沒說到 總之很混亂 總之行李我已經有了 現在是欠他賺錢 細節 細節 細節就忘記了 可能當下我就是在想 我最重要是安全 錢當然是不開心 但是他騙了我一萬多瓣 那又未至於是要敷天搶地 那我就當刻已經要記得了 說要自己拿齊東西了 最重要 那他肯找齊錢 數回合的那個找錢 總之呢 你當可能是不 那我就先順著那個時序 不要跳得那麼遠 順著那個時序 我就入酒店check-in 順利check-in之後 我就立刻問那個前台 我說通常在機場來搭的士是多少錢的 不是 我先問了他 我說如果沒有shuttle bus 在機場來是有什麼方法的 他說沒有 我只是搭的士而已 我說好啦 通常機場來是多少錢的 那女生都英文就一般 她就按機給我看 她說7000 我說7000是standard 還是night time 是extra 還是加多7000元 7000元 或是warn 他說 usually是 around 5000 、7000至多8000 我說他剛才收了我17000元 然後他說what? 他說不可能 然後另一個男人 應該是經理 他應該很關心我 他就走過來問你發生什麼事 我說剛才我搭的士來 他收了我17200元 他說 蛤? 沒可能的 我跟他說是night charge night charge 也沒可能是多1萬元 通常night charge 本身是5000元 因為他說5分鐘而已 5分鐘 他17000元 他說一定是騙子來的 類似這樣 scam來的 他說 然後我說 我都知道我確認了 我是遇到騙子 遇到黑的 那我說 那我本著 當然要問清楚 是起碼 哇很厲害啊 現在是1700人 看到 起碼你們不會再有遇到相同的情況 我說那可以怎樣處理呢 他說你有沒有收據啊 我說他不肯給我收據 他說沒有可能的 他一定要給你收據 他說cash沒有收據 他說不會 不會發生的 給cash 給電子貨幣 全部我都一定有收據 然後他說如果你有收據的話 聽著啦 他說如果你有收據的話 他是可以幫你打電話去 不知哪裏 當然經理哥哥的英文都ok的 但是他都很努力說的 他說如果你有收據的話 我就可以幫你打電話去report 和去追回你的錢 我說 蛤 可以的嗎 我說你打電話去哪裏 就是打電話類似去taxi company 然後會去舉報他這個行為 他就應該有個record 是他騙過遊客 類似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麼阻礙作用 但是他說很大可能是可以收多了的錢 哎呀 我說原來可以這樣嗎 他說所以你拿取取取其實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說那我就知道了 當然不希望有下次啦 但是現在你們記住了 是一定無論任何時候都要取取取取取 還有你真的不要像我那樣 那麼臨線 其實一定要具理力爭 還有那一刻一定要發揮三寸不難之時 你和他理論到底 但是又要保持著自己和這個行李的安全 然後他說下次呢 他說當然也不希望有下次啦 但是如果有這些情況呢 其實如果你在機場的話呢 你就找機場的人幫忙啦 如果來到酒店你就找酒店幫忙 譬如你找我們幫忙呢 我們會出去幫你 那我說 我就剛才了 我就想不通那個 我可以怎樣找你們幫忙呢 我自己一個 那又很遠離門口 因為剛巧有個旅遊巴掩蓋著 然後我又要拿著一些行李 那你想一下 可能我想不到你們告訴我 有兩個情況 一 我就不管那些行李 我衝進去找人幫忙 再出來付錢給他 那我不付錢給他 他如果明白我的話呢 他就拿走我的行李 對他來說是沒有傷害的 是不是 我又不知道他是誰 我又沒有他的號碼 那當然自己的行李都重要了 是不是 那些行李一定的價值是多過那萬多 就是當本身是七千 就是我被他騙了一萬 一萬瓦 那裡是五十幾塊 六十塊 那當然是行李重要了 所以我那一刻是想不明白的 要不就拿了那些行李 拿了那些行李就衝進去酒店找幫忙 也都不可能的 因為他怎麼會讓我走呢 是不是 要不就說服他和我一起進酒店理論 當然是更加不可能的 所以我是想不到的 暫時 是不是 你們想不想到 你們想不想到 有什麼方法 就是經理哥哥說 我可以找酒店的人幫忙 我可以怎麼找酒店的人幫忙呢 就是我們有兩個人 就可以找一個人 我站在那裡 我和他理論 我現在不給錢來的 我現在進去找人的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只有我一個的話 其實是不是anyway都不行的呢 那跟著 其實下次是不是想 我叫警察 懂得聽 叫警察 不知道他會不會害怕呢 這樣吧 總之最重要是你不要太容易 如果我是惡一點 就可以了 我覺得剛才我一直說no 我不會給你錢的 然後假裝打電話也好 或者是立刻打電話進酒店也好 應該是這樣 這樣吧 總之就安排了行李 還有那裡又在街上 晚上又沒有人 所以那一刻我最想立刻安排了財物 人身安全就先進了酒店 所以我就覺得 哎 我明知道他騙了我一萬哦 五十幾幾元 我就不跟他理壞了 那個時我就這樣想 這樣就結束了 這件事情 總之現在就確認了 他是不允許收這麼多錢 這樣 跟著之後就 原來拿取收據 是有機會 酒店說可以幫你追回來這錢 以及報告了司機 之後 現在有這麼多人在看 你們就一定要記得知道原來會有這樣的情況 不只是黑色的士 原來是普通就這樣停下來的士站的士 都是會有機會這樣的 所以這個短短距離的5分鐘 我就給了這個錢 但是我又覺得 你知道我是樂觀積極主義的 我覺得那50多元被他騙了 但是現在 因為我有這個平台的關係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其實心裡就舒服了 起碼因為我知道我的粉絲或者在看我的觀眾 是由明天開始去旅行 去首爾 就應該更加聰明了 起碼 聰明過我 這樣吧 好了 看看你們的留言 唉 說完了 說完了 幫我出來舒服 因為有你們嘛 我起碼知道就算有一個人聽 起碼都少了一個人 一起要知道怎麼去對策 是的 這些真的是影響 影響旅遊業 但是沒有辦法 總會有這些的 那些叫做什麼 我都忘記了 突然想不起這個條例 總會有這些的 用幾十塊買人身安全 還是 好了 他不給你收據 我不要給他錢 當然是給當入場費 我都不明白 我好 幸好沒有載我去刪卡 通宵吧 我看過是沒有那麼近的通宵吧 可能我還沒看完 可能我還沒看完 是的 害群之馬 Toby 沒錯 唉 我真的 總有這些害群之馬 是的 上一輛車的的士叔叔呢 要麼他就很好 我寧願他兇不騙錢 我就自己搬了 那個行李箱 他擺明 我不搬的 你托上去 我就幫你這樣定一定 他跟那個女生說 我猜的而已 但是身體的語言就是這樣 但是他可能載他去很近 但是他又收回正家呢 是不是 我那個人很近 叫我不用動 然後之後 誰知道他就一早就已經有個盤算了 基本上他應該每一個人上去 他都問你從哪裡來 他就再盤算一下究竟是否騙到你 這樣 很棒 你們有很多 我可不可以逐個逐個說 我可不可以逐個逐個說 Phoebe說韓國的士2月1起大幅加價 3,800加到4,800比以前跳快了 晚上11點還要加40%付交費 所以現在的士不便宜了 4,800起跳標加40%應該都不會去到1,7萬的 應該幫我計算一下 怎麼都應該不會過了這麼多5分鐘車程 Suppose是不是跳標了沒有 是的 因為的士那個前台叔叔 不是前台叔叔 不是前台叔叔 那個經理哥哥跟我說 七、八千這樣 是的 好 看一下這個說什麼 Maggie 之前馬來西亞搭的士 明明Legos回酒店很近 但留意到的士上了高速公路 見到高速公路路牌不對勞 叫他回頭 最後載我回酒店 給了全部車費 據理力爭最後老公說算數 免得司機之後找我們麻煩 又有BB 結果聽他要給錢 最後回酒店問 給的錢給完錢差不多多三倍 哇 那你真的很傷 三倍很多 你當一百元要給四百元 是不是真的 三百元 是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算少了幾十元 有時候去旅行 就是有這些情況 但是我覺得 真的安全和財物是最重要的 那這件事先安全了 再看看怎樣 理論也好 就是據理力爭也好 我覺得都不可以太臨線的 是的 那當然了 都是要說回那句 陳先生在身邊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我現在這樣講完出來之後 陳先生下次不讓我自己 出來了怎麼辦 好 看一下下一位 Johnny說拍他車牌 應該先跟司機講假 講假 我不知道 就是因為我打算他是跳錶的 就是我的認知是 黑色的士才是會這樣的 就是平時 譬如你在機場上紅的 suppose你不會跟他講假 他是跳錶的 所以 就是要學會 驚一試 要掌一試 是的 要惡些 是的 我也覺得是 不要有包袱 我應該要跟他理論 就是 唉 算了 我還是說一句 我又不是太生氣的 現在 因為我覺得我的經歷是有用的 我的經歷是 可以用來分享的 這50多元其實是值得的 你這樣想 是的 是不是 即是50多元 有這麼多人是學識的 是不是 即是剛才最近有1,700人 當然大家聽完故事學識了 是不是 之前 之前跟朋友去首爾 也是遇到黑的 男朋友給了一張 1萬瓦的司機說 只收1,000 即是怎樣 只收1,000 不明白 即是他要你給他10張1,000 10張1,000 下次應該好像機場都有酒店 下次應該再聰明一點 跟陳生一起研究 如果是沒有 航班的話 可能真的住回機場 這樣 不知是否沒有房間 還是怎樣 當然 永遠都是經一事 是長一致的 拍下他的樣子 我有他側面 不過沒有接受 I agree with Mr. Chen Mr. Chen說什麼 假裝溝通打給他 是的 剛才其實我 應該要想到 立刻打電話給酒店 或者保持住他 我不要管 我不停說一些他不懂的文 就打給陳生也好 打給酒店也好 叫酒店出來幫忙 這樣 但是因為他真的 整個一個 一個好像很好人的叔叔 他不停跟我說 Sorry Night time Late charge 類似這樣 搞到我好像要相信他 Late charge 是charge了這麼多 但是想想想 其實那5分鐘路程 是真的不可能 Late charge這麼多 這樣 還有我經常都會覺得 哎呀1萬瓦 他趕到Late charge 50幾塊 我經常都覺得 最重要是拿走行李和安全 我不斷在想這兩樣東西 那就變了沒有process 都太多 下一步怎麼做 是的 以後去旅行 一上車 拍他車牌 Goria 幸好沒有車我去刪卡 最重要是人身安全 是的 那我變了搭的士 是有陰影的了 哈哈 講笑 驚一試掌一試 當然給當入場費 有得看有得玩 陳先生 是否在說我會給他這個錢 照給他 一個人去窄房 日本就真的很少聽黑的這件事 真心 我自己一個人去日本 都無數這麼多次 無論是之前去留學 或者怎麼樣 其實是安心的 除了是說安全問題 哪裏都會擔心的 是不是 無論男生女生 晚上一個人 但是日本的士 就是他一上去 就那二千多 幾多千 幾多千 幾多千跳標 我都不記得了 12日圓 還是千多 不記得了跳標幾千 不是 二千多日圓 是很少會 日本坐的士 是很貴的 是很少說 他會跟你講價 總之 一上去 按著了個標 你就去哪裏 就去哪裏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 也很少聽身邊的朋友 去日本試過 所以 Iro Winra 我想你不用太擔心 是晚上的擔心 如果你在說時間 上的士 我好像不是太擔心 C-Kong說 You experience help us 是的 一萬瓦所以是值得的 一萬瓦有千七人 一起學了一個 Lesson 這樣 Chan Mei說 用幾十元買了人生安全 我那一刻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那一刻 其實就最後打算爭取 那個Recept 我打算就儘管看看 那個Recept打什麼 還有就算我不會看韓文 我都保持著 那張Recept 這樣 Bienso說 當然是顧著自己的行李 的士走千里 可以拍下她的照片 可以方便投訴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剛好她停給我那裏 不是說有旅遊巴 跟著後面的 那就是酒店的正門的 後一點點 就是後一架半的旅遊巴位 你們想像到 然後剛好她斜少少 暗斜 那我不保持著行李 她不停滾走 那其實一度找錢 一度已經在那裏 騎著行李 又不想去滾走 那其實是有少少狼狽的 那一下去那個斜 暗斜的行人路 那所以已經是沒有手說 會再去拍她的照片 所以其實是對的 如果她走的時候 拍她的車牌 都應該還有得 起碼知道的車牌 我就算收到錢也好 那我都可能請酒店的哥哥 幫我告訴我 有關的部門聽 這個車牌 剛剛這個時間 載了這個人來這間酒店 哇 她收了這麼多錢 那可能其實都沒有用的 都是沒有幫助的 但是其實是 應該要做多一步 拍上去 阿斌恩下次跟她說 OK 我沒有這麼多現金 不如你和我進酒店 叫職員幫我付錢 是啊 這個也是好 挺好 我很喜歡你們這些 是啊 應該跟她說 沒有錢 沒有錢 我打算來是 五分鐘是幾千的 是啊 這個挺好 先記住 待著 待著用 沒有啊 那看一下 就是 看看酒店職員怎麼幫我 這樣 這個挺好 應該可以的 這個 扮不夠錢 叫她等一陣 朋友在門口 其實酒店找人幫忙 就是先給他7千 然後就拿走行李 說進去酒店找朋友拿錢 都是一個 待著 待著 是的 我拍了她的樣子 交給警察 是的 每個人 是啊 我只要這樣想 Winnie 我立刻想到 她當然是想做這條線 是不是 我就想 哪個 為什麼 可能她就下班 還是怎樣 還是家裡住永中 左右 她不斷情情 又近 你想想她五分鐘 然後再回去 下一個又再騙一萬 然後回到無限迷路 那一晚 她比別人好 其他那些好多 但是我覺得真的 真的 你 就是 這樣做 你的錢 代得心安理得嗎 是不是 就是 你心安理得就好了 是不是 那當然 就是我們被你騙 是會 心有些 不開心的 但是 當然那個錢 也都不算是很傷 那還要是 如果在我的身上發生 有換來一個 experience 有這麼多人看到 那五十幾塊 我覺得是值了 其實要再極端一點這樣想 我要多謝她給我這個 experience 否則我都沒有這個live的話題 和你們分享 原來是有這樣的事情 大家要小心 那你想一下如果 就是 你做這些事情 代這些不心安理得的錢 是不是 你如果 會每年月月都在這裏做 我真的覺得 是 有因有果的 不要說得那麼準 但是我真的相信 不會心安理得的 Anyways 她覺得心安理得就是她的事 是 Can buy Can be 在泰國被人騙 進了酒店停車場 都要照比武計 是的 其實這些時間 其實去泰國都聽很多 泰國好像更多這些情況 進到停車場 或者進到酒店 找酒店的人幫忙 又行不行 是的 總統說這麼多人看live底比 快點按讚和分享 起碼多些人知道 就令到這58元更加抵 Ceele說下次晚上一個人要預訂車 不要接的士會安全一點 是的 其實應該下次都叫車 不要相信的士 所以你說 你說這一個 是不是 一害群之馬 又令到遊客蒙上陰影 先看看 給我等等進酒店場前 是的 不下車 等旅遊巴響安職員就會 沒有啊 旅遊巴是等 旅遊巴是個shuttle bus來的 就是那個shuttle bus 完了最後一班 就停在酒店門口 等明早一早 他最早又載回乘客去機場 所以他就停在酒店門口 所以很大的旅遊巴就遮住了 我最初下車是沒有看到門口什麼 這樣 我不夠空 一句都是 是的 我應該挺堅持的 沒有啊 你沒有可能的 就是拿回拍劇用的樣子出來 裝打電話可能都不會騙你 就是一 哦 就是我一上車就打電話這樣 是的 你知不知道之前 譬如呢 如果在香港那時候 或者去到哪裡都是啦 晚上我自己一個人不是開車坐的士的話呢 其實我一上車就會打給陳先生 是的 對了 Tini 之前就 總之呢 記住了 你們大家都是啦 總之 上到的士 你就穩定 之前穩定酒店的電話 一有些什麼風吹草動 有些什麼不對勁呢 立刻就打電話去front desk那裡 找酒店的人 這樣 是的 韓國的的士晚上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情況 謝謝你的資料 Maggie 這個我也是這樣想的 這個我也是這樣想的 既然她 你不要理她 Whatever reason 她等錢小了 你要這樣騙 這些錢你又代得 心安理得 又是一些不光彩的錢 你要的 就給你了 但是你真是個個這樣騙 就是 心地不好 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老老實實 疊疊實實 你都有反開 為什麼要做一些騙騙 騙騙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 不行的 心地這樣 不是黑色的 混合 就是普通藍色而已 怎麼樣 錦仙楊都是想我們知道 不想大家被人騙 之前說的嘛 就說身上沒錢 要入酒店 叫親友出來 被叫在一起 是的 大家都想不到 我想不到 不給錢 怕的士司機鎖車門 不知道車門去哪裡 很危險 是啊 我是太早給錢了 先用手機拍下錶 再打去找幫手 我拿了行李衝進去 就跟著我拿錢的了 善陽武抄低車牌 去可以找韓國觀光社投訴 是啊 大家看著 韓國免費1330 旅遊諮詢翻譯服務24小時 假裝聽不明白 打電話求助 是啊 原來很多這些 多好 我們現在這個Live 是不是 夜媽媽媽Phoebe說 財物緊要 不要讓她看到我有大紙小額紙幣 是啊 先拿了單錢照給 什麼 大叫help 是啊 其實真的可以大喊 哈哈 啊 做得黑的都算好了怎麼做 哪有正路給你租到 很明顯啊 她很明顯就載完我再回機場 又再載人來永中島 再去機場這樣 她一晚都不知道多少晚了 她一晚都不知道多少晚了 10元中湯 是啊 騙了10元家子左右 沒錯 平姐 很樂觀 騙你60元 已經算少了 是不是啊 一萬瓦 是啊 那一萬瓦都夠吃一個 都差不多 夠不夠 都未必夠吃一個飯的 是啊 不妥 不好養的樣子出來 什麼意思啊 Karen 說一萬瓦這麼晚 還要自己一個照給 是啊 我當刻所以就 腦子沒有process到這麼多東西咯 就是我又立刻計一計 覺得是啊 譬如我已經被她騙的了 但是一萬瓦還好啦 明天就吃少過多士 這樣 看一下先 是啊 其實我也有想過的 然後她告訴我 是不是在這裡啊 我說啊 還未到門口 然後她跟我說前面有個shuttle bus 阻礙著 但是明明晚上這麼大條路 她不可以繞著去double part 讓我在門口下的嗎 所以其實她所有東西都是計算了 我現在這樣想 是啊 所有東西都是計算了 她一早已經計算了 或者她經常都是慣返的 車的人來到這裡 知道是不停正在門口 其實都真的有 哎呀 我想說啊 都還沒說啊 都還沒說啊 最 就是她 她是簡直是棄止到一個點 我都還沒說 她臨 我給了她 然後之後 我還在那裡探問她 你為什麼不給收拾 我沒有可能沒有收拾的 這樣 然後之後 但是我同時間 我快點拿緊兩個行李箱 然後拿回好錢包 然後那些行李箱又在掃斜 這樣 然後之後她就 還在那裡說 是呀 是呀 Sorry Sorry Late Extra Sorry Sorry 之後 最後還跟我說 因為她都比較小的 你知道我們微斜 然後她還看一看 我剛才戴著這個帽 然後她還看一看我 哇 原來 什麼 Beautiful 這樣跟我說 嘩 然後我心想 然後那一刻我當然 其實已經不理睬她 Beautiful 是不是 然後我已經在想 你很明顯已經在騙我 我還認你嗎 然後她還會說 我覺得幾次 Beautiful 我心想 我已經馬上轉身 走進去酒店 快點 進回安全的地方 然後你想想她 棄止到一個點 她還會走去讚你 我怎麼搞的 真是很誇張 她真是 她真是徹底地 都不知道一年 騙一晚 這樣騙了多少錢 這樣 看看先 當然先給了錢 這麼好的經驗 當去了主題公園 坐過山車又驚又喜 是呀 那我就OK 那我立刻都轉換心情 覺得其實就該給了 是不是呀陳先生 我轉換了 其實我現在都不是 OK 安樂了 嘩 這麼多人 立刻已經分享到 知道 我也覺得 你一個人 這樣 她一定不騙你騙誰 難道騙兩夫妻 或者騙一個大大隻隻 男人 或者可能騙一個男人 是不是 嘩她心想 還沒有水魚 這樣 這樣 是啊 是啊 如果Debbie在這裡 一定跟她理論 是不是 酒店門口 有沒有CCTV 可以拍下的士車牌號碼 其實如果你說我真的要報警 她進去便利店唱錢 就拍了她的樣子 是不是 但是 都是那句 大家 後面剛才也有留言說 她這麼等錢花 當做善事 看一看 是啊 Dabby 你不在我身邊 我就這樣 不 我都覺得 天氣要給我這個題材 因為 因為她知道我是可以有這個平台 和這麼多人分享 衛免之後有其他的人都會受騙 所以呢 我是要去經歷這個經驗的 而且這個經歷其實不貴的 都是一萬瓦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樣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舒服了 這件事 是不是 你說如果你是騙了其他人的 他就只能夠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同事 但是 如果這個經歷 那天氣是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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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叫做都是經歷這件事 那就一次過說 就有這麼多人都不會再被騙了 這樣 挺好 Candy把收據是七千多 司機說多一萬 不是 我要告訴大家 我相信她的收據都有機會是17200 所以她才不給我 因為她的標 她真的夠膽打17200給我看的 所以我猜 我最初看不到那個標 是因為她沒有打標 而我問她多少錢的時候 她按 她就應該很快手地按了17 因為我問她多少錢的同時 我是拿著錢 這樣 拿著錢 那她那時候可能就按17200 在那個標 因為她不是跟著來跳 因為如果你說正常的 你就是標多少錢 然後Lay charge多少錢 你寫到明 可能你說Lay charge 是要一倍的 14000我給你 是不是 就是你有白紙黑字寫明 那我覺得 那都make sense的 你有你的規矩 那很明顯應該就是 我拿著錢的時候 她才按那個標 那所以那個標 是沒錯的 那個標是寫17200的 不是那個標 是寫7000 她收我多一萬的 她真的打17200 所以我才覺得她不給我 而且她是馬上按走了 她去搶錢的時候 我撩開她的東西 去看她的標 那個標已經變回零了 這樣 投訴她可以停牌 Debbie說 下次 個個都說 不算多錢 就真的安全最重要 Tammy 去韓國遇到黑的還不斷罵你們 這樣就慘 她騙了你錢還要罵這麼壞 她現在就是棄止到一個點 是超好 超欣勤 還要讚你Kawaii 不是還要讚你Beautiful 是不是 因為怕你去女法局投訴她 我如果是要真的認真說 我就叫那個 我現在就下去 找個便利店 叫她拿CCTV 說剛才那個是騙人錢的 拿回來看拍了她的樣子 是不是 我想有樣子應該馬上找到 但是不搞那麼多事情了 陳先生肯定很心痛 會不會反過來 陳先生覺得你學習一下課程 是不是 還有你也幫大家學習一下課程 是不是 用這一萬元換了 這麼多人去知道這個課程 陳先生應該覺得值得的 還有她更加會覺得 你知道我的重要性了 是不是 為什麼要坐黑的 我都不知道她是黑的 我是的士站等的士 是不是 看一下 破財黨災 是的 其實真的是 Wall Pass有紀錄 那個的士伯伯下次再會騙香港人 是的 所以現在 剛才有 最高峰有1700人 這1700個香港人 應該不會再被她騙 所以你們要快些幫我分享 才會更多人 因為她覺得可能你都說得對 KK 原來香港人要騙我 下次我又問她 我又問她 然後有一個女生 在香港我一定可以掠她 所以你們一定要幫忙 一定要快些瘋狂分享 原來是會這樣的 真是為了安全起見都好 保障了自己的財物和安全 你就一定要記得拿收據 因為這個是剛才樓下酒店的哥哥說 拿收據是有機會可以追得回一些錢 以及去報告司機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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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所以可能她沒有壓力真的要這麼貴 是的 大家都有說 Late charge 但是 但是 大家現在幫我計一計 如果真的Late charge 說要4800起錶 跳錶 跳再加40% 其實最多是會跳得多少 5分鐘車程 應該就 未必真的 不是未必 應該都很肯定 不會是萬七的 因為 樓下本地人 和酒店經理都說 七八千 她現在是多一倍 有多 這樣 我不是坐黑色啊 Debbie 我是坐藍色啊 我不是坐藍色啊 我是坐藍色 看一下先 哦 已經很前了 那好吧 看回後面那些 好吧 嘩 大家很多 很多留言啊 很棒啊 我要慢慢看 哪裏去哪裏 就是機場去永中島的這個機場酒店 5分鐘車程 就是你去機場一出來 那些大路走一會兒 你就已經看到一堆機場酒店 那裏 What do you mean the cab is not black in color Are there many different colors 是啊 首爾是有很多顏色的士的 有橙色有白色有銀色藍色黑色 就是這樣 很多的我都不懂得分 但是我就是知道黑色說是最最貴的 就是你上黑色的士 那個標都會貴一些的 還有黑色就好像是 是不是那些服務會好一些啊 然後是 是不是有評分準則啊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這樣 她看準時機 是的她很明顯是熟 那些什麼色圖老馬來的 已經是知道了 想定你 嘩她離遠見到 車一個人 她就已經盤算定 究竟騙不騙到的了 一來問你幾多 是你從哪裡來 接著之後又有這個路 幫你搬行李 營造到整個感覺是很friendly 這樣 接著她跟我聊天 我就跟她聊天 我說你沒有去過香港啊 接著之後她說沒有啊 她說but I like Hong Kong 我說come come come 這樣吧 接著她就說no 她說坐飛機 Airplane Ear Pingful 接著我說 所以坐不了飛機 不能去旅行 我還想著有一秒是 真的慘了 你的耳朵那麼辛苦 因為這樣坐不了飛機 去不了旅行 這樣 她又很努力的跟你聊這些 總之下次不要那麼好心地 一去到這些 你什麼都想到是最壞 最要最惡 要想到事情是怎樣可以 又安全 又據你力爭 又這樣 快點睡吧 陳先生說 差不多了幾點了現在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肚餓了 我肚餓了 我都沒什麼怎麼吃過飛機餐 睡醒才明天吃早餐 Wong Debbie 不會是一萬七 最多八千六 那就是一倍了 Melody 我要報告 是的 但問題是 剛才我真的拍不到她那個 那個車 她的名字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她又有很多螢幕 之後我又找不到 可能有黑 或者可能她放在斜 我又拍不到 Anyways 加40%都不會這麼多 她是雙倍再雙倍 是的 好啦 怎樣握法 你是不是剛剛進來呢 可能聽回重溫 之前我就 講了一次完整的version 大家可以聽回 有一次去台灣的士辦 忘記按標 過了一分鐘立刻問她 還有立刻拍下她的資料 just in case 哇 好聰明 大家 自己一個人 到底什麼事 講完了 可以再聽回 很久之前去韓國 我試過和團友一起凌晨出去 走東大門 四個女孩走完在街 等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的士 肯車他們回酒店 最後找警察幫我們摘的士 才有的士肯車我們 嚇到幾個女孩很害怕 是啊 真的 但是 Mandy說算了 又不是一萬港幣當然了 都算了 其實 都不能不算的 所以就要把這個經驗 是 把這個功用 是放到最大 就是 要告訴你們 現在很多人知道 那就 不會有人被她騙的了 應該 韓國機場 不打標 但是大部分情況 機場的士 城市的少 很少 我都覺得 她這樣邁到來 都是應該照跳標 除非平常是在街折的 但是 誰知道真的不會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全世界都有騙徒 Chan May說 給這個機會你做善事 是啊 我現在做了善事 她現在可能 硬著腳 喝啤酒 拿著那一萬瓶 Fine 她安心 就可以了 但是這些真的是 稱之為喇叭錢 是不是 陳太沒事 沒事 OK 沒事啊 放心 喂 好了 我就 洗澡睡覺了 唉 下不下去買個杯麵呢 吃個杯麵 鋸一鋸 明天大家不用擔心 我現在隆重宣佈 明天大家不用跟我擔心 因為明天早上有shuttle bus 是的 不用擔心 好了 我真的買杯麵 先拍照給你們看 不買就 睡覺了 除非買 要不買 吃點東西才睡覺 又很邪惡 再想 現在 收拾點東西出來 洗澡 沒事 新型的士 天藍色 沒錯 是藍色的 OK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幫我like 和share 最重要是subscribe 線藍的頻道 希望把這個分享 你當笑話一側 跟你們的朋友說 希望你們任何人來到這裡 都不會再遇到這個情況 因為你們知道 你們比我更加厲害 知道怎樣去應對 也都有這個經驗 打底 什麼都想到它 最保障自己 知道嗎 好了 已經like了 沒問題 多謝了 我們下個live再見 明天 唯有早點去機場購物 開心點 其實我現在真的沒有不開心 我現在一點點不開心 真的 我現在真的肚餓 純粹鼓鼓聲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因為 就是早上和你們吃完那個 腸粉和豆腐花之後 我就沒什麼吃過飛機餐 我本身打算咬那個包 但是姐姐又忘記了給我 我又不打擾她 因為都很忙亂 因為她手耳其實很短情 她說媽媽來到我這裡 沒有了包包 我本身打算熱辣辣吃那個包包 recall一下以前做事的味道 然後她說我拿回來給你 她都忘記了 但我又沒有叮她 所以就沒有吃那個飛機餐 喝了一杯咖啡 就到現在了 所以是有點餓的 那可能我去快買那個杯麵 很近的就是 就是在下車那裡 就是那個便利店 所以都應該是安全的 好啦 如果吃就拍IG story給你們看 不然就下個live再見啦 bye